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跟各位大概做了这几个档案 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把 对谷布食药署的一个开放资料呢 拿过来做一下分析 然后了解这个检验 怎么做检验 而且最后会把 仪表版啊 故事啊 全部都编排好 让你们可以去做一个报告 再来就是 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做那个台北市的一个行政区 这个行政区呢 怎么样去做 至少呈现出用原点的方式来呈现 而且是画对的位置 在最后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登革热的一个资料 然后如何去把它载入进来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另外还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当我们在做那个 之前跟各位来去做一些销售统计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栏位是需要自己手动新增 怎么样新增这个栏位 如何新增栏位 或者我们写一些韩式 不管是像什么 简单的用left 或者是像加总 加总其实我觉得应该不用做 还有像那个rank 如何去变更 最好是深入了解之后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多做一些像折扣啊 例如说总销售额跟折扣后 那才真正的是我们真正的销售额 真正销售额如果又再跟成本来去做计算 我们可以算出一个毛利 如果再加一些什么晚销费用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真实的那个获利等等 这些都是必须要透过资料来去做新增栏位的计算 那像刚刚我们最后举例这个登格热的资料 其实我们在资料转换之前 就在视觉化之前 应该先转换好资料 而不是说到现在看到13个unknown才去整理资料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先整理好资料了 像例如说那个县市的问题 像桃园县 现在早就已经没有桃园县 像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们都必须要去先整理好资料 那这个部分就是很重要的ETL的重点了 只是通常我们大家都是好像用Excel来去改好 然后再用Table来去做修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用那个办公室自动化的方式来去做修改 好那我想整个课程大概就暂时在这边 告一个段落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再欢迎你等一下来问我 好我们今天就这两天的课程出阶进阶 就暂时介绍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